屏住屏住 大家好 我是邓刚 今天来到湖北的一条野河 看看我们湖北的资人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跟湖北当地的高手来一次PK 看是他们钓得多 还是我钓得多 其实我们这些自然水鱼钓鱼 都是很欢迎我们钓友的 只要做了一条 你把这垃圾捡好了 没人管理 捡完垃圾就可以开始了 抓紧时间看 直接一整包 今天七米二的杆子 5加3的线索 5号新闻东 浮漂是吃前六克的 我们武汉这里人钓鱼 讲规矩 一说七米二全部七米二 一说六米三就全部六米三 用我们武汉话讲 就是讲胃口 今天来的稍微晚一点 赶紧先抽窝 哎呦呦 眼砸了眼砸了 这浮漂一立下就走了 差不多30公分的 最多走个一米五 你这不能等呢 不然你窝子集中不了 隔壁雕有上鱼了 因为马上今天就降温了 所以肯定差一些 哎呦 欣费来的太突然了 这 心不来的太突然了 我这要下来 这六鱼要下来 哎呦 起来呦 哎呦 第一尾 哎呀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在外面钓一个不知道多栏 来来来 小护栏 第一尾 这个连续抛肝 马上就来信号了 因为现在钓的是帘子多 所以帘子空腔比较正常 鱼多了以后 它就不空了 嗯呦 又来一个 还可以是吧 我下来 你看我们这两边人都集好 一个人钓鱼 其他人都把杆子拿起来 哎呦 你到别人窝子里去潮 哎呀呀 你看这针口啊这 十二点 这个可以啊 这个 十斤 还要不要 啊 帽 怎么会 desirable 猫中了 petite 二10 t wonder 低一点啊 这样的话空干可能会少一些 哎呦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哎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超雨的超雨的上上上上 哎呀 这水平龟吧 这里把我这个风头都抢走的 搞的都是你比我水平高 无限 掉的那死都不如一个超雨的 由于这个水呀不停的往这边流 我们都是抛到上面那个吊位 到自己那个吊位就抽了 但是你等的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你这个窝子范围太大 就不行不到两米一米五左右 我就抽了 哎呦先抛到他窝子里面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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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죠 哎呦 莲子 莲子 哎呦 他就是看了一眼 哎呦 他就是看了一眼 哎呦 哎呀 哎呦 哎呀 不是好事 危险感觉 感觉毛的 我这刨个鱼 我这一片的人再钓不到鱼了 被里面猴死了 他说凳口一打没打到 半路打中的 哎呦 快快找快找 真的没反应过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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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他们找张相机 你们几个鱼刀把你们吓跑了 你们几个鱼刀把你们吓跑了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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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还得 还得 我来我来我来 现场的粉丝太热情了 先拍完招再继续 隔壁大爷太狠了 20米的泡肝都拿出来抽莲蓉了 哎呦 哎呀 哎呀 又搞一个 帘子 这个蛮大 好好好 可以可以 刀手 哎呀 这个可以 现在天气已热了 这个鱼实际上上的很高 你看现在钓的很浅 大概一米多一点 可以吃饭 可以吃饭 不能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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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要个吃饭啊 你让我吃饭 哎呀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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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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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脱脱的还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帘子在吃的时候啊 它都像挤鱼动作一样 期待下个月 期待下个月 这边两个 目前最小的一条 钓了四个多小时啊 由于最近钓鱼太疲劳了 我过个瘾就行 等会把鱼货让大家看一下 建议大家在这里钓鱼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垃圾收好 环保它就不管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玩了 哎呀 这鱼我就放了 因为每次拿鱼回去老婆都骂人 哎呦 这多好的鱼啊 抱一条 抱一条 不要啊 好好 来来来来 拿一条 拿一条 我说搞一条 你搞一条 我说搞一条 你搞一条 你搞一条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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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邓刚 前一段时间呢 胃疼 然后呢 到医院区去检查 结果是什么胃溃痒 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什么萎缩性胃炎 一堆的问题 坚持吃了一个半月的药 现在已经好转了 可以正常吃了 但是又出了新问题 腰疼 今天到医院区做个CGE检查 这下新问题又来了 什么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滑脱 失稳 这不服脑都不行啊 BBQ了已经 但是医生呢 建议我就是 睡硬板床 好好休息两周 就没事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钓友 钓鱼啊 虽然是一个爱好 一定要老一集合 不要伤到身体 不然等老了跟我一样 然后我在这里也做一个重要决定 我和我的团队 从今天起 不再参加任何的钓鱼比赛活动 但是不是我们不钓鱼了 我们将 致力于 最新的休闲野钓 什么黑坑水库 这种钓鸡钓法的研究 全心全意的 服务于这些 喜欢休闲野钓 这些粉丝和钓友 钓鱼的路上 我们是不会停 对于喜欢我的那些粉丝来说 我会永远都跟你们 在一起